为让偏乡弱势有翻转人生的机会 光复香带会主席廖宜君 有鉴于此特别自掏腰包 赠送香内八校奖助学金 鼓励新兴学子精进向上 日后以己之力回馈社会 主席高度肯定学生们的努力 也获得地方的好评 中初节大人彼此赠礼祝福表情意 来到光复香带会的这一群学生们 则是收到主席廖宜君一个大红包 跟麦当劳优会券 这份中秋节礼物学生们超级喜欢 各校师长也肯定致谢 光复香代表会主席廖宜君 关注偏乡教育问题 透过教育让偏乡弱势有翻转人生的机会 而为了对地方教育尽点绵薄之力 主席廖宜君这一次特别自掏腰包 分别赠送给乡内八校 共30多位表现优异的学生奖助学金 其勉鼓励日后能更尽己力来回馈社会 毕君在担任主席以来 对于地方上的服务建设经费的争取 不以余力更致力于地方弱势族群 及长者与孩子们给予最大的照顾以及协助 除了定期发放生活物品外 今天也以个人的名义特政乡内国高中小学 八所学校奖助学金 奖励新兴学子并鼓励学生们精进向上 未来一军也会继续的努力 不分族群的全力服务各位乡亲 上任不到一年 主席廖宜君带领代表同仁监督乡镇业务 为名某福祉 也积极争取经费资源 致力推动地方建设改善光复乡生活环境品质 对于地方弱势族群独老长者或者是富佑 照顾也都高度关注 连结社会资源提供照顾服务 深受地方各界的肯定 这一次特别这套腰包发赠奖助学金 肯定学生们的鼓励 也借此协助支持学校教育 获得地方好评 未来主席廖宜君表示 将不分族群全力服务 让乡亲都能感受到光复乡的繁荣和幸福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